大家好,歡迎來到勞動節的映畫春秋 今晚有三位主持,有我Grace Gear Thomas 今個星期很明顯是復仇者聯盟 霸佔了全港所有戲院長期的一周 好像是,我不知道在哪裏看 是接近95%的場地都是復仇者聯盟 不用說,根本是所有戲院都是 你去到看哪個大院 他差不多每一間都是復仇者聯盟 除了一些小部份的涉奇長次 就會有一兩套其他戲 可能有一場《無聲絕景》 一場《挑戰者一號》 然後一場其他戲 但你真的催不去 因為你看戲院的仇氣情況 差不多長一場都滿堂行 其實他首入票房是997萬港幣 有些數字就說過千萬 有些就過千,有些就說997萬 差一點點 大概一千萬,我相信假期可能更多 很多人,我看了機場IMAX 都很難得地,很多場都爆 首先,《復仇者聯盟3》 都是第一套用全IMAX去拍攝整套戲的一套 當然,作為一個影迷 或者看Marvel的都會盡量 希望可以看到IMAX版 但好像我這些人 因為我實在太怕被人爆發揮 我唯有身為Inside的成員 就拿去Inside看一套 之後再夾旗進去機場IMAX看 我就不怕被人穿劇情 因為據我所知 有一些武品的人 即是我有一個朋友 我不用武品 傳媒都已經肩負在這個揮發揮 對,我有一個朋友 他簡直是氣得unfriend了一個人 那人對這傢伙沒有見過那些人很兇 在Facebook的反面 determine 哪個人死亡 哪個英雄沒有出現 然後他巨仔無諱去列個列列 我的朋友很氣得他馬上inent 他沒有人 雖然我朋友說我已經要看電影了 但這些也是這個人實在太不兇了 其實有些人 我不知道eter Branin 但有人反意來了 但是他們會看電影的 隨後,看它bery會出擊 為什麼不可以誇張 因為某些橋段可能是做一些驚喜的 你爆了那一刻驚喜你怎麼賠給我 其實你也知道Marvel很多時候會放一些流料出來 然後你進去戲院原來跟傳聞是另一回事 那個驚喜完全不可以爆 所以我覺得完全不能爆 一點點的消息都不應該爆 你說我看完 你說明有劇透 小心 什麼都好 但是你純粹看完就來劇透的 其實不是那麼好 Thomas好像你貼貼過一個 字幕也寫完結局 不是 他那個字幕其實沒有什麼 他說是不是死得人多 但是因為其實你說是不是死得人多幾個字 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別人看電影的觀感 所以我就遮了幾個字 但是其實現在傳媒都已經遮了一點 他寫著劇透小心格 你又不進去 不過其實我還沒看這部電影的話 我看到關於這部電影所有的報道什麼 我全部都避開了 最好 一見到那個復仇者聯盟五個字 就立即要避開它 因為不止一間 是每間傳媒都是這樣做 是啊 就是始終是不可掌 但是你看看官方其實都拍了不止一條片 就是說叫觀眾不要劇開 是啊 電影公司說了 其實是要的 其實因為他真的叫做鋪了十年 他有這麼多英雄在這一集出現 那誰領便當啊 誰又出場沒有出場 其實可能都是 在鋪在下一集的復仙來的 他是不是 我沒有記憶 是不是下年9月 9月 我只記得是 但是幾個月不太記得了 應該都是這個時候 4月 不是喔 4月不是 4、5月不是 Thomas可以查一下 我記得好像是出《Captor Marvel》 《Captor Marvel》 不是 下年2月 下年2月 暑假當成是 《矮人》和《黃蜂女》 《矮人》就今年6月尾上話 順帶一提5月是會上《死士2》 《死士2》就已經被電影檢柱編定為三級影片了 是啊 其實大家都預料了 他不三級有什麼好看 你全部剪掉 一來他第一集是 就是完全毫不留情地去玩這些 十八禁的元素是很成功的 他沒有可能說第二集就馬上變成一盒家歡 是啊 所以大家就要靜口這個《復仇者聯盟4》 就是應該下年 那個編集也還沒出的 因為他說怕那個編集會影響觀眾的觀感 他好像我看報道 他說現在 《復仇者聯盟4》 是做完所有宣傳之後 就是這部電影完了 然後就回去才剪第四集 其實現在都還沒剪的 其實拍應該就拍好了 一起拍的 大家應該有收聽這個節目 是我們是踩這個DCEU 是不為餘力的 就是我今次看完 我真的覺得 我完全明白 這個分野在哪裡 因為你看人家 是拿了十年時間去鋪這套《復仇者》的 是啊 他DCEU的做法就是 來了我們去鋪了 第一天就整個 《復仇聯盟4》 不是 《復仇盒》對超人 正義楚光 炒了 之後 他再拍《正義聯盟》的時候 其實他都沒有鋪 再之前有一套自殺特工隊那套 炒了 那套你當他沒有存在過 不如 我也不想提 你看他 人家是用了幾套獨立電影 才鋪了一套《復仇者聯盟》 那他不是 他反過來很奇怪的 我要鋪一個DCEU出來 立刻 整套超人隊的《復仇盒》 然後炒了 說不要緊 我們再做一套《正義聯盟》 那《正義聯盟》其實他沒有 吸取過任何教訓 沒有啦 那我在《正義聯盟》裏 裏裏裏裏裏裏 如果以娛樂性來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當作《 Popcorn Movie》看不差 但是 你跟別人真的用了這麼多年的心機 去鋪這件事出來 那個分別原來就是在這裏 上網看可以看回那十八條彩蛋 但是 他還要看的那些宣傳片 其實他剪得很狡猾 是呀 真的很狡猾 他還要去DETRAILER的時候 剪了一些東西 然後 那些貓風迷就不停猜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不停猜 然後看完去 發覺原來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因為其實 以這群《復仇者聯盟3》來講 有一隻角色是沒有出現過的 在戲裏裏 是啊 但是他的宣傳片段 你是看到他的身影 哈哈哈哈 我懷疑是第四才出 有機會可能是第四集 一些片段他放得出來 或者他真的刻意弄出來 Fake你 我覺得是呀 還有一幕 就是講到最後大戰那一場 你看那條trailer 有一些Superhero 在這部戲是沒有出現過的 是 尤其是 你第一看 預告很開心 有這個有那個 但是 咦 去到原來有些東西不同了 是啊 是看到他真的 因為我之後再有看一些 可能說 新聞片段 或者看那個trailer 明明沒有這隻東西的 為什麼他會有出現 然後再看那個trailer 那隻東西好像是Key上去 哈哈哈哈 看回來 好像 為什麼他有點流流 你才發覺 如果純粹還沒看的 你去看 咦 又合情合理 整件事你會覺得 是啊 還有一部電影 那條trailer說到 樂基呢 就是 說到說 他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一部電影 又不是這樣的 有 那裡也有機會是一個伏線 是啊 始終他有一個空間 讓他做一些他平時很撒家的東西 雖然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叫他滅霸 他叫灰龍 灰龍 這是官方譯名 我應該記不住 之前我們叫滅霸 就是他講了一些東西 他講到好像很舒服 因為始終 麻煩的東西 麻煩的東西 還有他第四集 他是怎樣玩 都是 很難說的 因為第三集 如果老兄弟接手 這個復仇者 聯運三四集的導演的時候 就已經確認了 因為其實都不是 不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他決定把那個名字 第三集就叫做 Infinity War 那第四集 就會來一個名字 但是死都不告訴你 是啊 其實現在流流地 有一些名字出來 不過當然我們不會在那裡提的 也都會有一些推測 就說會引用 可能說 Adventure Forever 那個漫畫的橋段去拍 但是 暫時都真的是 保密功夫做得非常好 不知道 他今天 還有拍的那些演員 好像只有 Dr.Strange 那個演員 知道了 知道了整個劇情 其實那些人 只是收到某一個部分的劇本 嗯 尤其是Tom Holland 是啊 因為他說他多口 所以他說Tom Holland 其實他真的收不齊 那些劇本 收不齊劇本 還有有一些劇本的內容 是假的 是拍了出來 但是不是真正剪到影片裡 很可以剪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有眼睛 不是 其實你很難說 其實會不會可能 他是第四集的東西 我放在第三集給你看 都不出奇的 是啊 那我們這次不會 就不會穿 spoiler 不過我們可以說一下 其實吐氣了 我之前我們其實都擔心了一件事 喂 整個九萬多個人 大哥 整個七十五個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 七十五個角色呢 因為很多角色出現 你是怎樣去分配一套 喂 就算我給你一套一百五十分鐘 你放一些人進去 你怎樣可以令到 大家會覺得不會說不平均 或者是偏重於馬方呢 還有還有一條 就說有依然透露 其中一個大場面 就是有三十幾個次 級別跟你一起出來 是啊 打大架 但好像印象中 好像 沒出現的 感覺是 我覺得這個是 一係流料 一係是第四集的 一個大場面 是啊 現在我們 但我們看這部戲 其實因為他很聰明地 他分了三條線 所以變成 他每一邊都可以很平均去拍回 每一個人的性格 每一邊的戲很平均 整部戲你會覺得很平均 就不會說 側重去某一方 而有些角色也都不會 因為我們看DC 就經常說 喂 明明神奇女孩 沒有那麼婆媽 為什麼去到正義聯盟 變成一個媽媽 在這套 在《復仇者聯盟》裏面 是沒有的 是貫徹他們所有 每一個人的性格 這樣寫 就是貫徹性格 和每一個演員 出現的時間 都會有一番一定出現的時間 就是不會令到觀眾 遺忘了個角色 就是他用盡你 就是這套戲一百五十分鐘 他真的用盡你一百五十分鐘的仔 其實我這套戲 我看完我是很明白 為什麼 他是要換了羅素兄弟去拍的 因為我看回紀錄 其實今集 《復仇者3》和《復仇者2》 只是多了幾分鐘 但是他整個故事脈絡 是說故事說得很好 是啊是啊 因為我看第二集的時候 為什麼一開始就離場打大交 就是打了機械人 尤其是我自己很肯跟得齊 《馬虎》的電影 電視劇沒有 先離身了 變成一開始 為什麼無端端打一場大交 《復仇者》 因為那個你會看電視劇 但是今集 基本上你跟得齊的電影 你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沒有看過《雷神》 還有沒有看過《雷神》 《復仇者3》 《復仇者3》 我覺得你會看的會好一點 真的因為他都幾多在裡面 還有今集我一句處 最好就是 他是跟足你 跟足你 跟足了電影的世界 其實你不會失敗的 所有事情 所有事情你不會挑剔 其實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他是沒有的 沒有的 他真是貫徹才厲害 我看第二集 無端端打打架都算了 為什麼黑寡婦和變形合衣 有一腿 突然間 這些事情是很可惡的 對於跟足了電影的世界的人 之前沒有說的 所以你說 是不是很難去定奪 以整個故事的脈絡 講故事鋪牌 那個技巧 我覺得羅素兄弟 比George Whedon 真的會好一點 你想想 他上集都是多兩個英雄 但是今集是全部推出來 但是上集你都覺得好像有點亂 這些事情來都很急 分不到 沒有什麼鋪牌 但今集不是的 你會很清楚幾條線去分開 還有故事你不會亂 不會突然間有些事情 為什麼要從哪裡走出來 不會變成黑瓜虎蟲 雷神一腿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出來 劇情相對於說 那個架構是比較簡單 我覺得 不會好像變成金剛 或者是 那些那麼複雜 令人看不明白 我覺得是 很簡單而已 有一隻東西 好像類似日本龍珠裡面那個 飛離街的絲路混合體 走出來 接著就 接著就要收集這個 六顆寶石 接著就 收集了寶石 我就十二願望 七龍珠 其實 這是 我覺得是很印象的 不是啊 還有呢 今集這個大奸國 它不是只奸 你明白嗎 它裡面說的話 其實你是 很難 我覺得有它的道理 當然不要穿它 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 它變得 它寫到 灰龍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你會覺得它 不是說 我要統治這個世界 就不是這樣 還有 有個位置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說到它拿寧民寶石 那段 那段是寫得挺好的 我覺得 其實應該 這次的主角 我覺得不是 那些超級英雄 是啊 真的是 灰龍 是 它這條線 是寫得 好看的 而且它不是說 因為有寶石而 這麼強 是啊 而是它本身就是這麼強 他本身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是啊 所以其實 你說 對比我們以前看 這麼多 馬虎的戲 我覺得好像奸國都 雞雞地 就是 除了黑豹 黑豹那些奸國都是寫得好看的 哇 奸國的黑豹 簡直超越了黑豹 這個不好看 灰龍 我覺得它寫到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有一種叫無敵 但是很寂寞的那種感覺 嗯 它寫得出來 尤其是臨尾那一場 你看到它坐在那裡 哇 真的是 大佬來的 真的是 真的很大佬的感覺 不會像其他那些 名字是叫大佬 但是 好像 流羅 變成了 到最後 這麼快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到 《復仇者1》都還好 因為Locky本身的角色 是寫得好 寫得好 變成了這個奸國都挺有趣 第二是差一點的 第二集就是一堆爛鐵 真是 奧創 真的差了一點 所以去到今集 它是很聰明 它是有很多超級英雄 嗯 但是只是佩賽 那它最主要都是講 灰龍 灰龍 去收集那些寶石 是的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今集是它很清楚 它要講一個什麼故事 要怎樣去拍 而不是說純粹我要 我要堆一部超級英雄電影給你們看 還有它這次 其實我真的沒試過看 在Muffel的電影 盡量不要穿 Muffel的電影 當我散場的時候 即是一出露零 整場人家都靜了 因為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慘 因為最後它的轉子 是顛覆得很厲害的 是啊 我甚至乎是 你想不到 你想不到 突然會這樣 對 然後我坐過後面那位女士情人 原來 你是覺得 不可以這樣的 但是沒有 所以這個 可以牽引著觀眾 還有一件事 它還沒有解釋完整件事 是啊 然後你怎麼會這樣 就是要吵你忍 等你們明年再進去 你完全要回到幾分鐘時間 想一下 究竟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要定一定神 還有五個人 還有今次的彩蛋只有一粒 還有你一定要出露零才有看 就不是好像以往 有些出少少 然後做 2、3、4、5條的 對 上次Gard of Gears 2 是有五條的 但今次是一條 但其實那一條都很重要的 對 因為之後 剛才說了會有驚奇隊長 是啊 驚奇隊長 在Marvel的世界 是不是其中一個能力最強的 一個 超級別人 對 貝爾拿森飾演 其實已經開始流了少少的劇照 還有 還有了迪羅 但我很好奇 他的髮型會是怎樣 嗯 這個 你化妝很厲害 我知道 但是你近幾年看到 Ju Law的髮型也是 不要這樣啦 彈指都試過黏毛 Ju Law的黏毛也不是一件歧視 那不是Ju Law有毛是好看一點的 是啊 其實香港 其實亞洲區是不是譯了做驚奇隊長 因為我們一向都叫他Canon Marvel 暫時就好像沒有確認 對 他會變成萬威隊長 沒有了 很噁心 不是 之前 《矮人與黃蜂女》 都是有個什麼矮人與馬蜂俠 是呀 現在叫黃蜂女 現在叫黃蜂女 應該是群情洶湧底下 我記得那時候他不知道馬什麼 還是 死呀 死呀 所以我說這集值得入場 所以我再進去看一次 不過我自己覺得 跟以往的馬蜂俠 不然看 我自己覺得 你說 我覺得很看好 他無論宣傳 那些手法 一流 贏九條街 甚至乎 不要說大陸那個 大陸那個說站錯位都可以給多人說 我覺得挺誇張的 大陸那個你不要說 甚至來香港那個首映 因為有個人吃炮谷吃大聲 都可以搞了大堆東西出來 我覺得真的 你覺得怎樣呢? 你覺得這次他宣傳 宣傳OK 宣傳是一流的 但如果說劇情 我自己喜歡Steve O'Wall的那些 哦 我明白 如果真的以戲論戲來說 我覺得C4 O'Wall也好看 因為我覺得今集有一件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他可能太貪心 我覺得他用了一些時間 其實是拿來鋪宇宙的世界觀出來 我自己覺得150分鐘 其實我覺得是不夠 有一點過場 你覺得過場 你覺得不夠 我反而覺得不夠 你覺得不夠 因為他用太多時間去鋪宇 有一個宇宙的世界觀 因為以前我們看到 只是在地球 或者頂屋是有這個神界 但他今集用了多一點偏方 去說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宇宙是怎樣的 就變了我會懷疑 他是想鋪這個驚奇隊長 可能他會有很重要的氣氛在裡面 所以他就鋪大了這個宇宙觀出來 變相我今集有些位置 我覺得明明這個英雄出來 是應該可以再震撼一些 再感動一些 但是就變成了 咦 出來了嗎 他就是這樣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這個MARFEL的風格 他不會把故事寫得太過 太過黑 太過陰沉 嗯 就是看打一個超級大 其實還有很多那些 搞笑的東西 很多笑的 其實他很輕鬆 不會說灰蜜蜜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之前 D.C.拍一個 超人對蝙蝠俠 所謂的黑暗風格 炒了粉 所以他都不敢把風格吞得稍微 我沒有關係 超人對蝙蝠俠 炒是因為他劇本差的 還有那兩個演員也不太懂得演戲 你不可能再用半小時來鋪 Boo Swing 怎樣死老爸 因為你講所謂的黑暗風格 其實我覺得 這個CIVIL WAR的黑暗風格 是會明確一點的 我同意你這件事 CIVIL WAR其實很好看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之 其實打到最後 差不多不知道誰死了的時候 其實是沉一沉的 嗯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一套Infinity World 是似乎輕鬆了一點的 因為他 因為你逢是有Guardian of Galanties 那幾個人出現 就會很輕鬆的了 還有他今集來說 灰龍是寫得好的 但是他有幾個手下 那幾個其實應該很強 但是看看下雨突然間 又弱化了 突然間 咦 這樣呢 剛才很強的 是啊 其實這個我也覺得是 其實寫到最後呢 我覺得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 灰龍是描寫得非常立體的 寫得挺好的 但是相對他所說的 那四條靈子 就真的 就真的好像那些蟑螂一樣 沒有不行了 其實我沒有記出都是五隻的 其實應該 就是有五隻手下的 是啊 但是現在出了四個而已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變成了 你說其實他可以是分到三集 如果你這麼說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 不行了 沒有這樣的計劃 而且觀眾也沒有耐性 跟你看三集 他們真是 還有做一個結局 你會發現 我覺得他的結局其實是很 應該都很有心 其實是 他想將那個 就是那個 Marvel Universe 他想扭一扭 其實做一個新的交替的 你會發現其實是很明顯的 其實是 別說 我們不要爆 不要說爆的結局 你看看 End Credit 我這次是很特別留意 一些 End Credit 的排名先後 因為我看 Robert Donnelly 仍然是排第一位 的確他是續簽了幾套 所以他第四階段 應該都會看到他可能 某些戲裡面會出鏡 那排第二是雷神 Chris Hemsworth 所以我猜可能雷神有機會之後 都有得玩的 即是他有簽 他現在是嗎 有機會 還有可能沒有那麼貴 哈哈 那再之後是 我沒有記錯 是Mark Ruffalo 嗯 所以變形合意之後 應該都會有得玩的 嗯 那去到最後那些 我沒有特別留意的 還有Chris Hems 是真的 那個名字是後一點 所以應該可能真的 第四集之後 就可能他不玩 他真的不玩的機會應該都大 因為其實他已經公開了 有機會公開了 說不做的 即是美國隊長就公佈了說 不玩的了 因為他說他原本是簽了第三集 第四集 就是沒有理由這樣 我斷了尾 他決定拍下去 所以如果說你留意 看一看那個End Credit 你會見到 應該可能某些英雄都還可以玩一下 嗯 那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你第四集 不知怎麼樣 名字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你說我們評論這一集 其實可能你真的要看第四集 你才知道整個series 究竟最後 尾收得好不好 所以說不到的 這集我覺得是 但這集我只可以說 他真的很完美地牽引著 你們這班觀眾 很想快點看第四集 過往呢 有個黑暗的經歷 就是在Matrix的第二集 鋪得很厲害的 鋪得不知道會不會 Matrix 喔是呀是呀 然後去到第三集 什麼感覺而已 但Matrix我也收貨 算是這樣的 Matrix三 我看完之後 不是呀不是呀 你說得那麼大 最後一個大機閒大戰 就完 那時候其實我看完 就在戲院 我說扯過來 最黑暗應該是這個 魔導王的續集 都OK好看的 去到第三集 就不知道做什麼 我已經沒有追 魔導王 不過我相信 以這個Marvel的品質管理 我相信就不會出現這樣的 不會這集是復仇者 下集就變正義聯盟 不會的 我對他很有信心 還有這對Rosso兄弟 我覺得他都處理得很好 因為Selfar War 都是他們 所以我覺得拍攝大堆頭 我應該都不會甩手 我是期待 我想看他 說 《矮合》和《黃蜂女》 其實他說那個時空應該是 Selfar War之後 還是 Indiflent War中間 總之是這兩個故事中間發生的事 我不太記得 這個就是今年會看到的 是的 但是Captain Marvel 那都明白了 是90年代 是說他如何出現這個超級英雄的 而且現在都陸陸續續開始 宣傳著Captain Marvel 是的 因為他已經是流出了 90年代的Nick Furry 是什麼樣子 這些東西開始流出來 其實都在鋪著是Captain Marvel 還有你看回《Avengers》 有些第四集劇集走出來 是說到那群美國隊長 那些 他們穿舊衣服 是穿第一集的造型走出來 所以這樣發生什麼事呢 不知道 總之我覺得 那些劇集其實不可以來騙你 都不知道 是呀 Mamble他很賤的 他經常都會丟一些流料出來 騙你們 等你們的朋友進去看 都不是那回事 但是人們不會這樣反對 是不會的 不會的 他們是會乖乖奉獻的 你想想 這次可以造成一個熱潮 大家知不知道City Line 為什麼會下機 因為原來很多 除了搶王子華飛之外 還有五月天 原來很多人去買 IMAX票 不出奇 是的 最主要其實今集 你很少見到人會說 我這部電影不好看 會罵 其實你真的看了十年 這十年的東西 它是維持得很好 這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十年 你有些設定 好像拍拍下掉了 是啊 你看旁邊 看旁邊知道什麼事 但它沒有 它所有東西都維持得 就是維持到那樣東西 我用這十年鋪給你看 就是這十年你所看的東西 它原本應該是這樣 我就怎樣拍出來 是的 不會因為劇情需要 而可能說 突然間某個角色弱了 或者突然間沒有那樣東西 爆出來 它沒有的 所以你說 是不是真的要用這麼多年 去鋪一件事 其實緊不緊要呢 很緊要 我看完我覺得真的很緊要 你只是那十年 其實說真的 那個感情分 都已經拿了不少了 那些年輕人八歲 好像看得到十八歲 真的不同的 感覺是 所以你真的用時間去鋪 還有你臨急臨忙 推些東西出來 其實真的看上去 分別就是在這裏 你想想 復仇者二 是不好看 你都不會 你都不知道被人說 這件事 不是它是平庸 它只能夠用你 最多是說 你沒有看電視而已 這集它完全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完全沒有改善這個缺點 因為我沒有看電視 我看粥的開電影 我沒有掉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 緊貼在電影世界裏 甚至我沒有看最重要的 第三集 我都不會說 對我有好大影響 不會掉得那麼緊要 不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Marvel 很可能真的 可以沒有得碰這個 復仇者聯盟 是真的它有一個 很周長的計劃去 鋪出來 真的有些東西 不能急得 還有問多一件事 你看什麼版的 我看這個2D全景星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平民 這個套戲的3D效果 沒有啊 因為我沒有時間進去看 因為IMX比較難搶飛 好難買啊 其實 我連機場都買不到 現在神經病 所以 還有這套戲 真是最重要的 可能 你說 最終是要如何 真是要兩集一起看 你才知道 才可以評論 對 但是呢 如果以氣論氣的話 我覺得這集是好看的 就是能夠 我滿足了一群粉絲 熬了十年 我終於看到 一個這麼大的 打著大腦 我覺得是滿足的 而且兩個半小時來講 真的是交足貨 其實應該是149分鐘 他寫得明白 他只是比上集多幾分鐘 但是已經是差一段的 水準 所以大家萬切期待 都是這個7月的矮合 大家叫做指下忍 這一節說到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講一下其他東西 好 是 那你又知道 我已經過了 五分鐘 我已經過了 你 你 要